如果我家有裝監視器 別人看到的話 一定會覺得我看得到一些 別人看不到的東西 對 因為 有的人是對特定的東西 但是我是不需要東西 就是空氣我會自己想像 譬如說想像另一半 或者是想像我要講話的對象 我就會跟他講話 不好意思 妳在 菁英 她幫妳加油 加油 我不會 她也會聽到 對方在跟她對話喔 我也會跟她說 小七 幫我把十九茶屋顧好喔 妳是可以這樣的喔 我不會講出她的名字 但是我會當作我在跟她說話 然後我會撒嬌 撒嬌怎麼撒 妳可以看一下嗎 就是我們之間的撒嬌 妳撒嬌看看 想看一下 妳就在在空氣嘛 對 空氣喔 想看一下 椅子 我不會這樣說話 好 妳不要講椅子 不然妳怎麼叫她的 妳不會叫她 不會叫啦 不會特別 那略過她的名字好了 寶貝 就是 我不會這樣 妳比演員還有屁 她不會這麼簡單 為什麼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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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會 就是但是沒有人 沒有人 就是空氣 我會自己 當作她在我眼前 然後我會撒嬌 妳這是人類進化到了新的 高度妳知道嗎 原來可以不用約人 譬如說 譬如說我在家 可是我想跟妳聊天 我不用打電話約妳了 不用 我就在空氣當中 佩珍 唉唷 好啦 沒什麼關係 不要放在心上 OK OK 沒事了 握個手 抱抱抱抱 沒事了 我真的會 這安慰我 唉唷 安慰我 我真的會 好可愛喔 而且我還不小心 跟我另一半講說 我說我上禮拜跟妳說了很多話 她還說 妳怎麼都很喜歡 就是我已經很習慣到這樣 然後 我以前都沒有發現 是後來因為有一些工作人員 會來我家拍片 然後可能自己在廁所 就是我只要自己在廁所講 我也會這樣 對 然後他們就會接著說 妳跟誰講話 我會說 沒有 我在跟我自己講話 因為我講的音量 不是那種碎碎唸的murmur 是真的會好像有一個人 正時代跟人家講話 是真的那個音量 那妳小時候是不是常會看到 對面有人在跟你互動 可是我看不到啊 對啊 我不會看到那些類東西 因為小時候都會有那種 什麼想想像朋友 就是妳想像中的朋友 然後妳就自己在跟他對話 誰都嚇死媽媽的 媽媽就說妳再跟誰講 有啊 她剛剛玩具都不給我玩啊 然後就是根本沒有別人啊 我可能有點類似這種景象 而且我在家很晚 精神解離 不是 太習慣了還是怎樣 沒有 她小時候 可能這樣才害到妳爸爸對不對 我剛剛明明就 我跟她阿姨一進來 真的 我跳到 仔細聲都不給我 阿姨 如果妳在家妳想要跟我講話 妳也不用打電話給我啦 對不對 對 妳就可以在空氣中講了對不對 對 我今天要跟妳講話 我昨天也大概有 對啊 妳已經講話了 妳說是 在這裡說 不要跟妳到那個人的名字 對 對 我要當結婚 妳不要講他 因為我人像就不好耶 我不會對他撒嬌 我會不會對 對… 不要再提椅子喔 不要再提椅子喔 因為我昨天 跟她一起拍片好感人你知道嗎 其中有一篇叫做 旺夫 旺夫死了 對 對 有那個要講那麼多 detail嗎 夫君妳什麼時候要回來 那我就 我就遞上一杯茶 希望這杯茶可以